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死肉的概数 以及死肉的这个区别 那么死肉呢 在功能方法内部出现某种情况 程序不能被继续运行 需要进行跳转时 就用死肉把异常对象抛出 来看这里 在这里面 当你遇到他的时候 我这个程序说不能再运行了 所以我需要有一种跳转 那我就把这个异常对象给抛出去 那么死肉后面 是不是跟的是这样的一个异常对象 好再来看 说案例掩饰 我们刚才已经掩饰过了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面说他有区别 说死肉死死肉死有什么有什么作用呢 说用在方法声明后面跟的是异常类名 死肉死看这 死肉死后面是不跟的异常类名 然后再来看 可以跟多个异常类名 用逗号隔开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在这里面 抛出的是多个异常 后面加个什么 加个逗号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还想再抛一个 run time runtime 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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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间用逗号可盖了 然后他们没有一个先后顺序 谁放在前面 谁放在后面 这个无所谓的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然后表示抛出异常 由该方法的调用者来处理 所以呢 我们这个死肉是表示抛出异常 我在方法上去声明了 我是有异常的 你用我的时候注意一下 要处理一下 对不对 好 再来看死肉 死肉用在方法内跟的是异常对象 我们跟的是异常对象 那么只抛出的是一个异常对象名 那么表示抛出异常 由方法体内的语句去处理 那么在这里 有同学说 老师 这里面是不是属于抛出异常对象 那你可以怎么写呢 这样写 except tion tion e 就等于了new一个exception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直接把谁抛出去 把e抛出去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写了一个年龄 年龄 肥法 那么只不说刚才我们抛的是属于一个匿名对象 现在我们抛出的是一个有名的对象 两种写法都是可以的 明白吧 而这个死肉后面只能跟的是一个异常对象 不能跟多个 死肉后面可以跟多个异常类名 所以他俩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一个是在方法上 一个是在方法内 一个后面跟的是异常类名 一个后面跟的是异常对象 一个是后面跟多个异常类名 中间有多少个隔开 那么一个只能跟的是一个异常对象 不能跟多个 好 这就是死肉死和死肉的区别 好理解吧 这个有可能在面试题的时候问你 问你他俩的区别是什么 那么这支点呢 咱们就说到这里 好理解 好理解 好理解